我觉得对于一个养狗的人 其实狗不是狗 真正爱狗的人 狗是毛孩子 它是一个孩子 如果当让你做出选择 孩子和另外一个人 去做选择的时候 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男生我问你 关于你女朋友的这个病 你有没有带她去过很多的医院看 看过 西医中医全部都看过 就是解决不了 所以这就是很现实 很残酷的状况摆在你面前 你到底是放弃毛孩子 还是放弃他 就是这样 这其实已经脱离了 所谓我们情感上的一个问题了 你要对谁更有依赖和更爱 其实在我看来 现在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选择的是毛孩子 如果你明智 女孩聪明 此时应该 早就应该提出分手 非常友好的分手 就是那句话 有时候分手也是一种爱 女孩我问你 你深爱这个男孩吗 好 你能忍受他 让他失去这些毛孩子的痛苦吗 你愿意看得他这样吗 真是很痛苦的 而且刚才赵川有问吗 好就算我十几条狗已经都送出去了 但就看到路上的可怜的流浪狗 他心里会很痛 他会想到自己送出的那十几个毛孩子 那会怎么办 其实女孩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到底是至于我爱的人 痛苦的这种处境 还是说索性我们长痛不如短痛 真的 我觉得如果在于 已经竭尽全力了双方 做出努力了 但是还是无解的话 那何必彼此痛苦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狗表是很委屈 我什么时候成了第三者 也许在狗的心目当中 这个女生才是 金典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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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